各位,我用以下這幾句話來形容這個事件 雖然你是女人,可惜你的皮膚是黑色的 雖然你只是用手打我 但我有權拔槍智慧 雖然附近有很多小朋友 我仍然一槍霸你打死 這就是我 接下來讓大家看視頻的應用詞 大家看看女葉的形容是否正確 大家現在已經形容 我看到有些小朋友在前面 旁邊有兩個黑人走出門口 這個就是有室內向室外 中間發生甚麼事我們不知道 一開始我們會聽到有些辯駁 最後我們會看到有一個黑人女子 被開槍打到躺在地上 快點 快點 好,大家看完的視頻了 當然大家可以慢慢重新再看一次 我們看到這個女士多次推推這個警察的人 警察叫她退出去 中間開始前有什麼事我們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在美國警察開槍是絕對合法的 而也是這個黑人女子挑人在先 相信都頗難告得入 但是否需要用這樣的武力來對付這樣的人呢 動手在先 在很多地方最多是五花大綁 不會一槍就將你了決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